词曲 李宗盛 可见 若非真实用功 静心不能得胜 这个心 着重一个静 龙树菩萨这句话的意思 我们要清楚 要明了 一切发不深就是一个妄念都不深 心中一个妄念都没有啊 这个心是清静性 所以叫做静心 用功 真实的用功没有别的 就是去妄念而已 这个叫真实用功 如果心有妄念 即使断一切窝 修一切善 那个妄念还存在 我们平常讲的妄想分别执着悠哉 这样的断卧修善 如果说是从粗形方面来说 他的果报依依旧在六道 所以人听佛报而已 不能出三斤 如果说是恒威戏的 这个念头没断 断卧修善 那也在声闻原觉全教菩萨之流 不能见信 因为他不能见信 所以就不能叫真实 主要想得真就不是假的 不是妄的 实则不虚 真实不虚 唯一度心性 这才是真实不虚 也就是说 只有清静心是真实不虚的 所以里面有一个妄念呢 这个我们在佛法当中 常常看到 世尊常常批评小成人 小成人对于三德密葬 就是发生般若血统 他只责得半个血统 发生他没有 般若也没有 为什么欧罗汉 辟知佛 全教菩萨没有般若呢 就是他还有一发 他这个心里面呢 还有妄想之主 作为年种妄想 人物的妄想 法物的妄想 小乘甚至全教菩萨 莫执没有了 断掉了 法治有存 他还有法治 所以说他还有威信妄想没断 所以他没有智慧 必须法治也破了 这就是常说的 破一瓶无名 振一分发生 波若智慧 透一分 破两分无名 透两分 波若生 就是现前的意思 波若现前 那么此地提醒我们 我们用功 什么叫真实功夫 本经里面所说的 本经里面所说的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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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是真实功夫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留意 其他的那些支支接接的 小问题自自然然就解决了 所以这个金刚薄弱 明时相符 从根本修 在根本上下手 感谢能INGS 一切 9分3分6分4分4分4分6分4分4分5分4分5分4分5分4分48分4分5分002分4分5分4分500对打击